哈喽伙伴们大家好,爱健康,爱你们。 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反脆弱系统。 那些没有打倒我们的病毒,都会成为我们免疫系统升级的经验值。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免疫系统是如何越挫越勇的。 从防疫政策全面放开,到生活逐渐归于常态。 回过头来看,奥米克戎可谓是欺软怕硬的典型代表。 对于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他强势进攻。 对于拥有健全免疫力的人,却通融地让其一扬而过。 甚至有些无症状或轻症患者,连自己是否养过都不甚肯定。 面对病毒的密集攻击,为什么不同的人会遭遇如此不同的差别待遇? 我们的健康守护神免疫力又是如何捍卫我们的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感染之后,病毒量比较小,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强。 那么他感染了以后,感染的病毒量可能也比较小。 那么他的免疫就把病毒彻底压住了。 你再去检测核酸的时候,能查到阳性。 查核酸或者查抗原,能查到阳性。 但是他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也没发烧。 也没有明显的倦怠、法力、咳嗽这些症状的时候。 这个就叫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实际上讲的话,我们人体先感染之后,这个病毒它扎穿我们人的细胞这个表面。 把它的遗传物质给它输送到我们人的细胞里面。 然后之后在人的细胞帮它来造病毒。 所以说这个过程非常狡猾。 插入到人体细胞以后的话, 那么这个细胞就是说它会慢慢发生变化。 这个细胞发生变化以后的话, 然后之后三到五天以后,过了潜伏剂以后。 免疫系统会拉一波体温调节中枢的资源。 你的体温会升高。 抵御病毒在身体内的扩散和繁殖,减慢感染速度。 持续高温消耗了大量能量。 这是你感到最难受的一天。 高烧不退,浑身乏力,肌肉酸痛,甚至呕吐腹泻。 种种表现恰恰说明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这些症状带来的暂时痛苦,表面上是你中招了。 实际上是免疫系统杀疯了。 高热抑制病毒扩散的同时,也加快了血液流速, 能更快地运送免疫细胞投入战斗。 人体最主要的防御细胞军团,白细胞, 来到敌人最多的猴处参与战斗。 他们当中,守卫机体安全的哨兵巨噬细胞, 身先士足,率先分泌消化酶, 并与部分病毒同归于尽。 然而病毒太强悍,巨噬细胞逐渐广不敌众。 此时,战地记者数突细胞被激活, 来到战场拍下敌军情况后, 去往最近的支援处,零八节, 将第一手的作战信息, 抗原,提成给零八节里的T细胞。 T细胞一看战况,气不打一处来, 这也太嚣张了, 誓死保卫主人。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武装净化为主力军, 细胞毒性T细胞, 大量复制并锁定异常细胞, 并与病原物结合, 释放一些物质杀灭微生物, 同时也牺牲了自己。 另一路T细胞则唤醒了终极武器B细胞, 被激活的B细胞带来了 对抗这次病毒的特异性抗体, 对病毒发出致命一击。 很多人调侃, 发烧就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好的坏的一起杀。 事实上, 在病毒感染期间, 大部分人都要经历两到三天的高烧, 那正是我们的身体对抗病毒的表现。 很多人会发烧, 出现发热, 出现倦怠啊, 咳嗽啊, 其实发烧这个过程我经常在讲, 你不要过度的去担忧这个发烧, 其实发烧的话呢, 就是我们人体正在向这个病毒展开总攻, 那么免疫绪胞啊, 调动啊, 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啊, 等等等等, 在集中的攻击这个病毒的时候, 就是发烧啊, 这些时候。 过一段时间以后, 随着发热呀, 大量的免疫细胞, 清除病毒, 然后慢慢的, 大概就是多数人在七到十天左右吧, 多数人就能够得到恢复。 虽然说我们的免疫机制很强大, 但具体能力还是因人而异, 因为每人的营养储备不同, 免疫力的情况也不同, 应对疾病的能力自然不同。 比如说, 本身身体底子不行, 免疫系统没有清除病毒能力的人, 凭借药物的力量, 暂时压制住了病毒, 于是症状消退, 抗原转因, 就以为自己全好了。 殊不知, 这就像借助外力的一次作弊, 自己体内非但没有形成足够的抗体, 自身的免疫系统也仍不具备对抗病毒的能力, 而反倒有一种自己免疫力还不错的错觉。 这种情况下, 当再次遭遇病毒, 就更容易出现转因后又马上复阳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刚刚好, 然后过了两天就又感染了, 又阳性了呢? 其实我们把这种症状, 把这个表现的叫做复阳。 所谓复阳的话, 就是说让我讲, 就是你根本没有治好, 然后你在最近再劳累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产生的这个病毒呢, 再一次复制, 又被你检测出来, 这不叫二次感染, 二次感染率是不高的。 我检测了很多文献, 包括国外的, 就是因为国外的话, 他就是放开比较早嘛, 那么他们的二次感染, 他有具体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有的国家是6%点多, 有的国家是13%。 那这次有的其他的地方报道的, 有20%的。 而且的话, 他是在三到六个月以后, 才会有二次感染。 真正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的话呢, 二次感染率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 在第七天的时候, 就快速的出现一个, 我们叫IgM这个抗体, IgM这个抗体, 快速的一个上升, 到十四天以后的话呢, 有个抗体叫IgG, 快速的上升。 大概持续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他才有一个下降, 这是一个抗体的这个峰值。 所以说, 其实我们人体这个感染, 奥米克隆以后, 抗体它能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让你二次感染。 所以说, 无需过度忧虑二次感染,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在首战告结后会产生抗体, 一段时间内存在持续的保护。 而另一方面, 病毒变异也没有那么快, 差异那么大。 只要流行毒株, 还保有奥米克隆的特征长相, 抗体就仍然能够快速认出敌人, 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有效保护。 大家经常问的就是说, 会不会变出其他更怪异的这个毒株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毒株, 它到了奥米克隆以后, 已经一年了, 不停地在变, 它不停地想突破人体的免疫。 归功到底变来变去的话, 它还是奥米克隆。 所以说的话, 我们感染过一次奥米克隆以后, 它对其他毒株的相对, 这种奥米克隆旗下的所有分支病毒, 它都具有一定的保护性。 所以说的话, 不用特别特别担心,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 该打疫苗打疫苗, 该调理健康调理健康, 该改变生活方式, 改变生活方式, 该做好营养均衡, 做好营养均衡, 那剩下的话, 就是交给我们的医生来去做处理吧。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一支军队, 越练越强。 一方面, 免疫系统与病毒交手之后, 就相当于一次大练兵, 能够强化免疫系统应对疾病的快速高效的响应能力。 另一方面, 在战胜病毒之后, 免疫系统会记住病毒, 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内, 一旦病毒来犯, 能够快速地直接灭杀, 也就是免疫系统的抗体在持续发挥保护作用。 所以我们说, 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 就是我们每次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以后的话, 它激发的人体免疫力。 那么病毒感染的话, 其实大家往往会把病毒感染想成是一种坏的东西。 毕竟的话, 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它会整个给人类带来灾难。 但是大家反过来想, 说那些我们能够扛过来的人, 我们能够战胜病毒的人。 你的免疫系统的话, 针对这个病毒产生的免疫力的话, 它又会帮你的防火墙, 又增加了一遍。 所以说, 我觉得它除非是你在感染其他新的这种毒株,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三到六个月之内, 它对你产生的保护是足够的。 但是三到六个月以后, 那么大家无论是你调节生活方式, 或者说你再去接种第四针疫苗, 第四针的话, 我也在推荐大家可以一种吸入式的这种疫苗, 那么这种疫苗的接种, 或者说你调整生活方式, 如果说通过这次新冠病毒的话, 让大家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或者说我们的经验, 或者说这个病毒带给我们的这种反思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说, 其实真正真正的保护你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那么这次病毒感染以后的话, 我们恢复以后, 其实我们的免疫状态会更好了。 我们的免疫细胞可能会记住这个病毒了, 包括现在大家都担心的, 我看这两天, XBB, 其实XBB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奥米克戎的旗下的小病毒, 都是无论是什么BF7啊, 什么这个什么5啊, 点儿什么什么的等等等等, 这些都属于奥米克戎, 它们之间的话呢, 是具有一定的交叉免疫力的, 我感染以后, 我的人体免疫会越来越强大的, 所以说我有自信可以战胜这个病毒。 我们的身体强大且神秘, 它是一个彻底的反脆弱系统, 但凡杀不死我的, 都会成为让我更加强大的阶梯,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持续为免疫系统备好粮草, 支持它保持这种不被杀死的能力。 健康永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健全免疫力也应成为一项长期的坚持, 这样我们的免疫系统才能战胜越来越多的疾病, 越挫越勇,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好了, 今天的专家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